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陆军可就差远了 和美陆军差了几乎一个时代 日本陆军不仅武器装备落后 战略战术也非常落后 军事思维还停留在一战时期 日本 略战术待本落后的一个要原因 就是找了一个坑爹的师傅 这个师傅就是法国 那么日本人为何要找坑爹的法国人做老师 这就要从明智维辛时期说起 日本崛起于明智维辛时代 在明智维辛中 日本创建了现代化的陆军和海军 其中 海军以当时海军力量最强的英国为师 陆军则以陆军最先进的德国为师 日本的师团编制 就是仿造德军编组的 不过在一战中 德国战败 输给了英法 法国取代德国 成为世界第一陆军强国 日本是个崇拜强者又善于学习的民族 所以 很快抛弃了原来的老师德国 改头到法国人门下 开始全面向法国人学习 在武器装备方面 日本陆军大力引进法国的技术和武器装备 比如火炮 一战后 日本火炮仍然已遇了战争时期 向德国购买授权的三巴士野炮为主 在法国的帮助下 日本火炮开始向法国人看齐 开始引进和放置法国火炮 二战中 日军大部分火炮原型和技术都来自法国 日本的很多主力火炮是放置的法国 十奈德火炮 日本的弯大子和九二式重机枪 同样带有明显的法国哈齐开斯设计 连日本人的看家本领拼刺刀技术越来越于法国 为了和法国接会 日本人还拼请了很多法国家官大日本任教 日本不仅引进了法国的武器和军事技术 还学习了法国落后的军事思维 法国陆军不重视机械化部队 看重的是马奇诺防线这样的要塞火力体系 而在要塞攻防战中常射成武器具有很大的优势 因此 二战中最长的三八是步枪应运而生 日本人是个非常善于学习的学生 他们把法国落后的军事思维都学了过来 二战中 日本特别喜欢组织碉堡和据点防御 喜欢修炮楼 其实 这就是法国军事思维影响的结果 此外 和法国人一样 日本人只是把坦克作为步兵支援武器 和法国人如出一辙 甚至还不如法国 所以 德国人根本看不上日本陆军 德国人评价日本陆军还属于一战时期 不过虽然日本陆军的武器装备和战略战术都比较落后 但当时的亚洲国家更落后 所以 日本这种待本落后的战术仍然屡屡获胜 但这种落后的武器和战术 遇到现代化的美军就完全不够看了 日本人根本不是美国人的对手 被美国人揍得满地找颜 日本的雕榻在美国强大的火力面前根本不堪一击 日本的步兵冲锋在美军眼里就是宋经验 日本陆军的落后很大程度上和找了法国这个老师有关 法 国自己都坑了 别说日本这个小学生 如果日本人学习德国 二战时的日本陆军估计会更难对付 参考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全球通识 二战中的日本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第二次世界大战